今天聊聊历史老师 历史 跟老少先一样 所有人可能无门槛 只要他讲的有趣 大家都可以听一听 我按这个顺序来吧 让我 关键是巨大变化的是袁腾飞 说句老实话 袁腾飞当时在京华学校的讲课视频 流出来的时候 当时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 才会意识到 朝鲜战争啊 什么之类的是吧 就是我们对他的看法 就发生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有很多 这种老师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因为我们经历的历史老师也有很多 对吧 而且他那种意气风发 当时也非常非常年轻 但是的确是个好老师啊 老天爷赏饭那种 他是与生俱来的一种天 天分 这种 哎呀我对他的这个感觉是特别的 特别shock 惊讶的一种 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 很多年之后了 再看石国鹏的一个讲课视频 哎呦 也是感觉非常好 就是说他可能是 他有更多的这种教育的功能在里面 就非常明显啊 他还讲讲讲 就会把你学生往这个教育上面来引 他不纯粹是说就是给你讲历史对吧 还有一些智慧学的一些态度 这样子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他可能是吸取了 袁腾飞的这个经验 经验教训啊 就是说他更多的会从正面的来解读这个历史 更多的从正面的 但是说这个历史本身 有些地方你再怎么正面解读也不太好解读啊 这样子 而且我后面知道说这个这个 袁腾飞和石国鹏两个是好朋友 真是英雄相惜啊 就是说 优秀的人认识的人都是优秀的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历史老师 历史学者吧 这个人应该说是沈志华 哎呦我 他的这种口才 他对这种历史的爱好是吧 他当然是专业的啊 但是他也发自内心那种热 你能感受到这一点 他谈这个韩战 朝鲜战 然后谈这个中苏之间的关系啊 这种历史关系的变化 等等之类的 就是说 能把这个历史 能把这段历史讲的这么有趣 能吸引人 哎呦天呐 就是说能给你讲的越简单 让你觉得还上瘾 这是高水平 其他的人 你很难有这种效果对吧 你可能是个学者 但是听起来比较枯燥 如果说你是说书的是吧 但是说你听起来有趣 只是说你跟历史事实相差距的 但是这个沈志华这个讲的真的好 而且我要在YouTube上找他的视频嘛 我就希望多看一看 但是说他的视频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 因为学者我们也可以理解啊 他focus上他聚焦在这个朝鲜战争 和这个中苏关系 就比较早的这个期间的这些 就是他在那一段时间的嘛 就他不可能说是就任何一个事情发表看法 是吧 这样子 这是三个特别特别好的老师 就是说你听起来特别有趣 我觉得这可能是做老师的第一教务是吧 你让学生听着有趣 爱你们这个学科是吧 这是最关键的 然后其他的老师的还有 就是台湾的李天豪 天豪公开课 还有这哥们啊 可能年龄不是特别大 不好看他的年龄啊 也是刚入中年吧 可能啊 也讲得很好 非常非常好 台湾还有别的 但是他在 我也注意到一些其他的历史老师 但是他们在YouTube上更新的比较少 比较李天豪的这个老师 他的这个更新的比较多 而且是娓娓到来 嗨 他有一个 有别于其他 刚才咱们提到三位的这个历史老师 他的这个讲得也特别好 我也很喜欢 我下了他的一些 YouTube上的视频 然后再看 也是极力推荐 其他的老师 我如果还有的话 下次咱们再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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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